好呢各位同学通过刚才的讲解呢大家已经了解了如何通过两部分析法来搞定所有的长男句 但是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分析长男句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熟悉练习的过程 大家才能养成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化的解决办法 所以呢建议大家课下的时候呢可以把我们之前课上讲过的例句 再来自己系统的梳理一下如何断开如何简化 同时呢除了课上的这些例句之外呢 别忘了待会儿我们还有课后练习 大家也可以把课后练习的句子反复多揣摩几遍 而且全部都是真题例句 好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个长男句的综合运用这节课讲完了 而且呢我们到此为止已经把所有雅思语法课程的内容都讲完了 通过呢这三部分内容12讲的雅思语法课 相信大家已经对于整体的英语的这个句子有了一个翻天覆地智的飞跃的认识 但是光有这些呢还不足够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加短时高效的更好的奠定好基础 以备后期的这个备考提分 所以呢在这个课程之外我们又给大家提令的准备了一个截篇的内容 在截篇的内容当中呢我会带着大家通过一个特殊的图 来帮助大家系统的梳理所有讲过的内容 我们边画图 边复习内容 然后呢边来梳理重点 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有条理 有主有次的掌握好全部的内容 以备为了后期的这个备好 打好更坚实的基础 好了 所以各位同学呢到此为止 雅思语法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 别忘了我们下节课还有复习课见 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是大家老师田径 我们稍后见 感谢大家